伊朗多家媒体周五报道称,伊朗核计划负责人穆赫辛·法赫里扎德当天在德黑兰附近遭暗杀身亡,伊朗国防部确认该消息属实。 伊朗国防部发布声明称,27日下午,武装恐怖分子袭击了国防部研究与创新组织负责人法赫里扎德的汽车。 在其保镖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冲突中,法赫里扎德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 不幸的是,医生对其抢救失败,法赫里扎德遇难身亡。 CNN称,法赫里扎德是伊朗革命卫队新技术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他被认为是伊朗核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美联社称,伊朗外交部长说有严重迹象说明以色列策划了袭击,但他并未对此没有详细说明。 以色列则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美联社称,一年前伊朗和美国处于战争边缘,本次袭击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连同牛津大学研发的新冠状病毒疫苗试验数据受到质疑。 药厂表示,可能会再进行一次全球性测试,评估疫苗功效。 此前,阿斯利康称,在全剂量加强疫苗只接种前半,疫苗有效率达90%,反而打完两次疫苗的功效仅有62%,此说法受到不少相关专家学者的质疑。 认为没有理由要将两种不同试验进行合并,这些质疑将可能会延迟疫苗在欧洲和美国获得批准。 阿斯利康的CEO苏伯科表示,进行新一轮的全球试验是为了评估剂量较低,反而效率更高的结果,因为已知疫苗具有有效性,所以不需要太多病例。 苏伯科表示,目前不会给正在进行的美国试验增添一个实验组来重新评估疫苗,预计新一轮试验不会妨碍英国和欧盟的监管审批,但是获得美国监管部门审批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总统大选投票结束至今已于三个星期,总统川普得票落后于民主党对手拜登,但至今没有认输,不过他在昨天表示,一旦选举人团确定拜登胜选,他就会离开白宫。 川普拒绝接受11月3日选举失败,并在昨天表示,很难承认败选,他也再次重复了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但是没有实质的证据。 本次总统大选中,拜登以306票的选举人票领先于川普的232票,这远远超过了赢得选举所需的270张选票,而且拜登的普选票也领先川普超过600万张。 昨天,有记者问川普,如果选举人团投票确认拜登胜出这次大选,他是否在明年1月20日总统就职日离开白宫?川普答道,我当然会。 他又补充说,如果选举人团投票给拜登将会是个错误,又批评美国的选举制度向个发展中国家。 根据CNN26日的报道,三名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政府在25日撤掉了国防政策委员会的几名知名成员,其中包括97岁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1月25日率先披露,报道援引国防部官员的话说,五角大楼白宫联络人怀特豪斯当天下午发出指令,开除国防政策委员会的11名顾问, 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马德林·奥布莱特,曾任海军作战部长的退役上将加里·拉夫黑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高级成员简·哈曼等。 国防政策委员会是一个由前国家高级安全官员组成的外部顾问小组,他们基于美国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具体任务,就国防政策事项提供独立的建议和意见。 川普政府早已试图改组委员会,安排华府建制派以外的人选取而代之,但是遭到最近被革职的前国防部长艾斯培与前代理次长安德森的抗拒,这两人都希望维持现有的委员会,以确保政策连贯。 本月稍早,国防部人事大地震,艾斯培与安德森都已被开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